在亚特兰蒂斯时代 男性和女性之间 有着截然相反的编程 这些编程的不同面向 被时代相传 女性的面向 女性植入物编程 只允许女性 和她的双生灵魂 发生性关系 但不能和灵魂层面的 其他存有发生关系 这会让女人 去寻找她心中完美的丈夫 并跟她结婚 永远在一起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种编程 大众传媒 充分利用了女性的这种编程 迪士尼光明会派戏 还有其他一些人 给电视和电影的观众 从小时候起 就建立起了一整套节目 他们的目的 就是让女性 以一种扭曲的方式 去寻找她们的双生灵魂 这种方式就是 抓住一个男人 并控制他 把他关在笼子里 然而 即便这个男人 是完美无瑕的 他也总是需要一些自由 就这样 执政官们 成功地创造了一个 完美的间谍系统 女性通过嫉妒 占有欲 和其他的编程 来监视她们的丈夫 男性的面向 在对男性的编程当中 男性不允许 去感受 或者了解 她们双生灵魂的存在 他们可能会感觉到 各式各样的连接 并处于各种 无意义的关系当中 但是 她们没有 与双生灵魂的连接 结果 就是在潜意识层面 完全断开了 与双生灵魂之间的连接 主要的编程 是一夫一妻制 对男性和女性而言 从这种编程当中 把自己解放出来的关键 就是把心轮的能量 和性能量 连接在一起 男性需要知晓 她们与双生灵魂的连接 女性需要允许 自己有更多的连接 请记住这一点 拥有一段 有承诺的关系 和一段独断的关系 是截然不同的 在有承诺的关系当中 伴侣 给双方自由 她们有意识地 不去建立更多的连接 她们也不会感觉 自己是对方的财产 大约地表 觉醒人口当中的10% 已经到达这一意识水平 在一段独断的关系当中 女性通过生物层面的垄断 来控制男性的生命力 这种不健康的男女连接方式 是控制人类DNA的唯一方法 这是两万五千年以来 从猎户座 传入亚特兰蒂斯的 从那个时候起 我们就一直 生活在父权制度之下 当你从DNA的层面 来控制一个社会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一个完美的 控制人类奴隶的系统 如果你在控制你伴侣的性能量 你就是在举身的编程之中 在你伴侣的身边 设置一道心理屏障 就是出于对矩阵编程的反应 是在做矩阵的规划 中东地区 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在那里 女性仍然被看作 男性的私有财产 如果你臣服于爱 并给予对方自由 这就会有灵魂层面的连接 这种方式 是健康可取的 现在涌入的新宇宙能量 正在转化这一切 人们会想要 在灵魂层面 建立连接 因为他们想要这么去做 而不是 不得不这么做 他们可能 想要和一些人在一起 但不一定要永远和他们在一起 不再会有更多的心智变成了 这些将会被溶解 将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 基于灵魂层面的连接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不得不得了